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凌晨 最近几年,在提到印度电影,大家不会觉得只有唱歌跳舞了 但是接触到的类型,还是家庭励志这些题材为主 今天呢,咱们就聊一部不一样的,黑色幽默的犯罪题材,勒索 男主角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中年大叔,在一家公司做推销员 工作任务繁重,工资还十分微薄 每个月还要背负房贷车贷经济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和老婆的感情生活也进入了七年之痒 所以他每天都在公司待到最后一个离开 就算没什么活了,他在办公室里打打游戏耗时间也不愿意早点回家 但是日子老那么过下去也不是办法 男主角也想找回生活的激情 于是有一天,他在好机友的建议下决定买上鲜花 早点回家给妻子一个惊喜 谁知道就是这个心血来潮的决定坏了事 男主角提前回到家,透过门缝 竟然看到妻子和另一个男人一同躺在床上 他躲在外面看着这对偷情男女 最终抑制住了抄起水果刀冲进卧室的冲动 而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报仇 他先是等肩夫离开的时候默默开车尾随他回家 并由此打听到了肩夫的身份 原来他不仅结了婚 还是一个土豪家族的倒插门女婿 接着他又在半夜趁妻子熟睡的时候 查看妻子手机拿到了肩夫的联系方式 然后他火速买了个手机号 命名给肩夫发短信 在仔细盘算完自己的账务之后 男主角决定向肩夫勒索十万卢比 约合人民币一万左右 巧合的是肩夫收到勒索短信的时候 正好又在和男主角的妻子乱搞 两个人得知奸情暴露 都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一致决定拿钱消灾 但十万卢比即使不多 肩夫也拿不出来 因为他是个吃软饭的 没有任何收入 于是只好回家骗老婆 说自己想创业 需要启动资金 顺利拿到钱 消了灾 然而麻烦却远远远没有 结束 因为老婆好骗 但老丈人却没这么容易糊弄 他一眼看穿肩夫的谎言 让他三天内把钱还回来 肩夫又走投无路呀 只好又想了一个歪招 他模仿男主角的语气 发了条匿名短信 勒索自己的情人 也就是男主角的妻子 可是男主角的妻子也没钱啊 于是他只好以老爸要体检 为理由 向男主角要钱 这么一来 男主角好不容易勒索来的钱 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肩夫手里 还了回去 全白折腾了 那男主角肯定不甘心啊 于是开启了一二轮勒索 但是什么情况都没有变啊 他勒索肩夫 肩夫反过来勒索他老婆 钱在三个人的手里又转了一圈 让人看得出笑鬼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变故发生了 男主角闲聊的时候 把自己勒索肩夫的事告诉了好基友 而偏偏好基友又是个猪队友 转头就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了公司的女同事 女同事财迷心窍 便开始以这个秘密 向男主角勒索 男主角没办法 只好向肩夫开启第三轮勒索 这回可就走向了失控 一方面 肩夫觉得 这么一直被勒索下去 不是办法呀 于是他一边找私人侦探 追查勒索者的身份 一边买了把枪 准备永绝后患 结果刚拿到枪 他就被自己的老婆跟踪 撞破了奸情 回家之后是又哭又闹 肩夫一冲动 一枪把老婆给打死了 而另一边呢 男主角也搞出了人命 他不想一直被女同事勒索 就跑到女同事家去理论 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书架忽然倒了 女同事被意外砸死 这一下男主角 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知道内情的好基友 更是一口咬定 男主角谋杀了女同事 他也开始勒索男主角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男主角觉得 一切必须有个了结 经过一番盘算 他射了最后一个圈套 在发现肩夫 雇人追查自己之后 他跑去贿赂了那个侦探 让侦探把好基友的名字 报给了奸夫 就这样 他借奸夫之手 杀了好基友灭口 让自己彻底摆脱了 谋杀女同事的咸鱼 而没过多久 奸夫枪杀老婆的事情 被发现了 肯定是男朝制裁 在这一连串的操作之后 男主角堪称机关算尽 然而全身而退的他 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快感和慰藉 在影片的最后 他默默删掉了妻子的联系方式 在经历整个勒索事件之后 他破碎的家庭 再也无法挽回了 因为以后让他无法喘息的 将不只有生活的压力 还有无法面对的罪恶 而通过这部电影 我们对印度电影的了解 也更进了一步 他们不仅不止会唱歌跳舞了 黑色幽默 犯罪题材 也做得有模有样起来 以后提起印度电影 可再也不能小看了